Leachess不只是一个学习国际象棋的软件 它也是一个常用的国际象棋比赛平台 今年很多比赛都用这个软件进行 所以主办当局规定所有参赛者都必须拥有Leachess户口 现在要加大家如何进入Leachess自我学习国际象棋 首先输入Leachess 点击第一个Leachessorg free online chess 你会来到这个画面 点击右上角的sign in 第一次来到请点击register先注册 输入username户口名字 也就是你在Leachess里面的匿名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名字 只要它还没被人使用 接着输入password密码及email电邮 然后把这些条轨读一读并打架 然后这些条轨你要读哦 这里面它有提醒你 不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用出辱的语言讲话 或者是不可以望之飞为这样子 OK 所以当系统察觉到你是没有礼貌的一个使用者的时候呢 你就会被踢出系统了 接下来让系统确认你不是机器 看来这个名字已经被用了 所以我得改选其他的名字 重做步骤 成功注册 这里可以选择要标户口帮你记住密码 我需要 所以我选择next 下次进来户口会自动帮我输入密码 好 现在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按键 不明白的话 可以切换语言 到右上角 点击户口名字 接着点击language语言 选择中文 就可以把整个页面换成中文了 甜美小学的小朋友们 先到社区 选择团队 然后输入学校名字 SJKC加B 我们的学校团队就出来了 点击SJKC加B 你可以看到有老师队长和其他成员在里面了 点击加入团队 然后输入团队入场码 甜美小学的团队入场码 老师会写在Google form里面 你也可以实行老师 成功进入团队后 你可以看到锦标赛 灰色的字表示锦标赛已经完成了 如果有新的锦标赛 同学们可以点击参与 然后根据所指定的时间进入比赛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是新手 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学习 大家可以选择各种学习的模式 如基础模式 练习 坐标等等 有了一些基础过后 同学们可以点击下棋 先和电脑架下棋 这些设定可以不必更改 这里有分难度阶级 同学们可以先由第一级的难度开始挑战 同学们也可以选择黑棋或白棋 好 今天就教大家这些简单的程序 希望大家能利用Liches这个免费的平台 免费的老师 好好学习国际香棋 让自己的棋艺更上一层楼 加油 我就先到真的了 加油 好 这一 ży 就ange到iques прид積 Motivo 手 pas 撑的 像 两 这一 我也 你说